Lisa的腿不是腿 那是塞纳河畔的春水 你的妈呀 你拿着水好人烈 哇我要疯了 我体拍都不知道有这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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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油腻的一些描述 hello大家好 我是女主角色小文 上一期视频主要讲了Hadi Sleeman 她在进入Sullin之后做了一系列改动 然后今天牵到了一个我的好朋友 然后也是内部人员 今天我先介绍一下这是我的朋友 是米兰王曼妮 就很不想承认我是王曼妮 因为我真的不贴血的谢谢 你的鞋特卖会买的便宜的很 因为我们都是穷人所以只能买特卖会的 我们是米兰穷鬼 米兰的贫民库少女好吧 贫民库少女 对 我要给我的朋友打个码 因为又是在学院员而且我怕被举报主要是真的 就容易被那个被开除因为现在就 就嘴太坏讲了也不是 把门的讲了一系 对我觉得我这边比较诚实就是想把这最真实的一遍反映给大家 那就是觉得太神实了 就把时候容易容易惹来杀神之后 我怕被开除 这边头找东西比较懒着呢 这条活路 在SELINE入职的时候 在入职之前 然后我给她做了一个 应该是面试前的培训 下回处 因为再次吧 对就这么给你讲一下 因为她入职的那个时间点 刚好是 换SELINE换亲设计师 主要是我就是一个职场小白 因为我入职就是去SELINE之前上班 我就没有任何销售 就是设置顶销售经验 所以我去SELINE就是面试的这个事情呢 我非常的紧张 所以我连夜打电话 问他就询问了我们米兰设计师 但我其实觉得好补充一句 因为我后来就是后来就是自己自我学习的过程当中发现 其实就是新冷淡风格 就是Phoebe Philo这个风格已经差不多 Phoebe你正好赶上那个Phoebe的最后一季 对 我觉得时候还有Phoebe的最后一季 对就是其实Phoebe Philo它的那个风格已经红了大概有五年吧 真正红了五年 然后但是我觉得因为Phoebe Philo在SELINE做了有十年了 所以包括他一开始来SELINE的其实销售业绩并没有那么好 就是Phoebe的早期作品在SELINE 因为我除了做这些是为做买手 就是我帮国内的电商平台或者是买手店 每年会固定订货 其实包卖的很好 但是诚意真的很难 因为一个是很贵 一个是很难穿 对特别挑人 因为你知道Phoebe的衣服裤子都是差不多腿长两米的女孩吧 哈哈哈哈 对不对 就是我感觉我们俩还能穿 我们俩身高还能做齁一些 我觉得我的肚子放不下 哈哈哈 可能我要去加入两分真的大满女孩吧 这个 刚开始那几年 也就是说18年的那几个系列 其实是有压力 其实你们是有业绩压力的吧 有兰州我们官方的回答是 我们需要更多的新的客户 对 我们需要更多新的客户 其实因为 既然是新的设计师 肯定是有新的客户群体 所以 对于老的客户群体 我们依然有一些 就是一些经典的一些包款 比如说笑脸包 链鱼包 包括一些豆腐包 在那里包括一些水桶 都是一直有在线上上售 但是 我们依然有一些新的作品 来信新的客户 这是我们的官方回答 是这样 我先插一句 好多品牌 其实声音是分两部分的 一个是批发声音 一个是零售声音 就是品牌有自己的 出一只零售 也就是尸体店 他们的那个 boutique 但其实很多品牌 也都是依赖 我们的批发声音 就是买手电 所以说这是两个部分 那对于我 从买手店来说 我们接受到的 这个客户的直接反应 还是要之前的 而且我记得它那个 基辛它刚出那个包 就是 就是 被你嘎嘎带货的那个 十六 十六 就是那个包 就是 反应很平 反应非常平 你知道为什么 就是因为这个包太lady了 所以我才是叫叫嘎嘎来带货 但是乖嘎也带不动 过于前沿 他的个性太明显了 就是他反而没有带货能力 所以我特别欣赴你们家 最近的那个男人 Lisa 人间芭比 Lisa的腿不是腿 那是赛纳河畔的春水 我的妈呀 怎么打得去 反而你也玩 哇 我要疯了 我品牌都不知道 有这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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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油腻的一些描述 Lisa 嗯 他更贴景的角度 他更贴景的角度 两千禧年后的群体 因为你毕竟你看现在 追Lisa的 你有哪一个是三次生人 来 Pick in your area 就是现在能追到 先追到 Lisa的 我不管我不管我才25 对 ok 反正我才15岁 然后呢追Lisa现在的一些铁痕 基本都是两千年左右的生人 包括 110年以后 所以那不就是你嘛 对吧 对就是我就是 要不容易理解吧我觉得 因为是这样 因为首先是 我刚才前面讲的 嘎嘎本人她那个风格 没有借鉴性 她更偏向舞台 夸张 戏剧抓夸张 但Lisa反而是 咦 你要知道 Blackpink 他们是百分之百商业化操作出来的 所以从 他们一定是做着大数据 对于受众 对于他们喜欢什么 然后我们就精准的 讲到一个问题来推的 我觉得你们 公司所在的集团 真的是很牛 就是 Jiso现在是Dior的 Jiso Jiso 我叫Jiso Jiso OK Jiso刚刚从品牌 从Dior的品牌之友 升级成了Dior的全球品牌大使 这会不会有什么关系 就是 然后 Cisa 或者Celine 还有Burgheli 还有Burgheli 还有Vivo 她也带一个Vivo手机 她是Burgheli吗 她是Burgheli的 有吗 对 Burgheli 我们讲是意大利语 Burgheli Burgheli 很意大利式的朋友 我们聊一段语 我们意大利语的 不要 这意大利语讲的很恶心 哈哈 没有跟你讲 就是 意大利人讲Celine 是叫Celine 哈哈哈哈 意大利语的Celine的读法是Celine 下期还会出一期 那个中式英意大利语教程 就是教大家讲意大利语 那你要露脸呢 那你要露脸呢 在这一期全部都是 马赛克被骂掉 因为我觉得 我觉得我会不能 饭碗不饱一段经济 对 可能会聊太多八卦 在前几季的时候 稍微有点直面 也就是他一直在坚持一个 70年代的一个复古风 那几个风格 我个人来讲 作为一个脑三分 作为他从2000年初 也就是20年前 他刚做迪奥男装的时候 我就跟脑三分 你别别说迪奥男装没有 教会男人穿衣服 迪奥男装是开创了一个全新的风格 以前都是什么Tonfor那种 游厉的要开胸 拍到那个肚脐儿那种类型的 别人是一个新章 对 对 这是我们来着请问一下自己是我的朋友 哈哈 那个叫什么风格 就是 肉风 肉肉风 就完全是卖肉 你知道吗 就是Tonfor 就是那个时候基本上大家的审美 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 都是高度统一的 会有一个特别明确的一个单一风格 就是这一季或者这一年大家都流行什么 大家都在做那个 反而现在就是 每个牌子都有自己特别明确的一个垂直的风格 我觉得业绩开始好转 我觉得业绩开始好转 只要是他出了一些那个Monogram 没有 没有什么好转 因为我们业绩一直在线 一直都在线 OK 官方说法 对 没有没有 真的是一直都在线 因为我们业绩真的是很好 你去想BB是啥呀我天哪 你要是对比BB 那你要讲你刚入职那个事情 其实同时期的来说 BB其实是一个 BB一直都在做火箭 BB之前卖的非常差 我们在讲这个巨人池就是非常非常旧 他不是巨人 他就是一个 就是一个 就是一个 二线品牌吧 应该就算是 我喜欢新的BB 我也喜欢新的Seline Seline的话 Seline我不喜欢 Seline我不喜欢的是 刚入设计师刚入职的前两年 就是反而是 我觉得真正是那一集 新的一集出之后 哪一集嘛 新的一集 你要说出名字嘛 是新出的The Dancing Kid 就是2021 新下吗 新下男装 对 新下男装 什么时候到 到了吧已经 看我们都已经卖完了 我们的已经sold out 已经sold out OK sorry 什么时候下单 就是什么时候下单 你下单也没用 为什么呢 就是我们所有官方网站上面 就是一定会给你标出来 他在卖 但是等你下单的时候 他就会已经砍下来 你知道为什么 因为我们的东西都是留给我们的客人的 就是不是给一般的婆媚妊婚女孩 我们的都是给真正的客人 BING 这句话不能讲 这句话不能讲 就是一般就是说 如果说你有钱 他在嘲笑我 不是嘲笑 就是说实话 就是我们一般比如 比如说比较忠实的客人的话 我们一直回会运你有一些很好的东西 是真的 我觉得这个无可或非 哪个品牌都有 大部分人对于成衣的理解 因为真的买得起成衣都是最有钱的有钱人 就是人家 成衣是每天都要穿的 但是包的不是啊 包可能就是今天 你看我是不想拼 你是不想拼 就是一样的 像艾玛士的陈一也卖的不好 怪谁 怪艾玛士不好看吗 所以其实陈一这两年卖的非常好 你就是真的陈一 你的就是说的来说 就是来讲的话 陈一的话相对于 相对于上前两集算是 就是已经有一些很明显的一些增长了吧 我们经常没卖的卖的 就是大家有买过C-Link都知道 就是基本上问你的代购朋友啊 或者朋友去里面都可以发现 就是sold out 没有 就是 nothing 就是两三千块钱的一件夹克 你就是欧元还是人民币 欧元 那就是人民币大概两三万了 算便宜的啦 我们的夹克都是四贯起跳 大家会从马赛克的边找出你是谁 没有 其实很容易找到我 我觉得我也很怕死了 就在放股 但讲的是实话 因为折制品牌其实 是很会恶声音 就是说它会面对你同样的客户群体 其实会拉开一个层次的 那每一个级别对应的客人 其实他们都会有自己 approach的方法 那我插一句 对那个老舍林还在迷恋的人 还在迷恋的人 就是真的可以再见了 这个真的我们就不会再做了 你可以去买一下BB啦 如果说我今天要是不了解这市场潜力的话 会觉得就很可惜 因为这个风格可能找不到 但是其实在集团下 反正就是对标 就是LVMH集团 对标开音集团的一个 我不知道 是他自己的观点 跟我没什么关系 我不知道 因为我看了商业报告 其实讲的是 LVMH集团那个大老板 他其实在找IG的时候 希望他能在5年内 让品牌的业绩从10亿欧元 翻到30亿欧元 要翻三倍 就是前两季 真的吗 对 我不信 你们你是鲁豫吗 哈哈哈哈哈哈 不是毅力尽 你是真的吗 我不信 我可以这样说吗 其实我已经说完了 就是贵姐们会根据客人的穿着来下菜碟吗 会还是不会 请不吝点赞